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MAG大叔 那今天就帶各位朋友逛一下台北市的饒河街觀光夜市 鮮草蜜 北極螺 這個肉看起來蠻特別的 炭烤杏鮑菇 好吃的 好吃 那老闆辛苦了 朋友可以記得一下,新歌 讚 來這邊要買 謝謝 客人推薦,新歌探烤 我家當老闆 喔真的嗎 那我是靠北極的東西 那我靠北極的東西 搖滾地瓜 喔真的 我今天看好巧 自燒牛肋條 自燒牛肋條 那這個是滷味 你好 幸運快樂 那不一定吃什麼 這個是起司褲褲 喔最近這個很紅 這個起司褲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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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然後這個是醃汁水果類 試茶非茶 好這個上次有試過了 牛肉捲餅大餅 然後可以看到是滿滿的蔥花 這家老闆聲音也滿好的 口味也還可以 那這家排骨酥上次我吃的覺得是還好 好這個是西瓜汁 冬天還有西瓜汁 好,再來這個燒肉串 好,再來這個燒肉串 金珍珠石頭香草糯玉米 好,那剛好有我的朋友在台灣旅遊 好,那你可以看一看這個 聊喝街的影片 好,這家上次客人很多 哇,音樂好大聲,你看 鰭魚黑輪 好,這個跟萬華那邊那一家是一樣 好,這已經收了喔 好,西米露 好,沒有看錯喔 他菜單上的確有西米露 好,那這個是福德滷味 我應該是快打烊了 這家就是還有這個飄酒 可以喝 我在韓國街頭有喝過這種 吃牛香 稍微看到不到一點 看到了吧 吃牛香牛肉麵 因為下面有燈光,稍微有點黑 好,這個是鹹水雞 好,這個是鹹水雞 好,脆皮蛋餅 好,QQ良顏 我有一個水雞 吃牛牛肉麵 蚊水雞 吃牛肉麵 跑道給這幾個 好,是有�米子 我只有鹹水雞 會不會吃牛肉麵 cliff 這家最近波魯特有來過說他們的燙魷魚口味還不錯 一盤一百五就看個人 木瓜牛奶 好這家團圓燒不錯 團圓燒還蠻好吃的喔 如果有到老闆街夜市的話可以來試試看 這個是季節女孩 這人還蠻多的 好下次吃吃看 金賞東山丫頭 好今天主要是走緊啊 好 哪一個 自己不要的啊 我給你 這個是涼伴手司機 好 林媽媽素食滷味 好這次上過電視的店家 陳董得了很多是米其林比比登的店家 好這家就是這個亞洲陳紅天王推薦的店家 四味海鮮羹 好這家就是這個亞洲陳紅天王推薦的店家 海鮮羹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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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冰火湯圓 黃金雞翅包飯 今天是收入價的前一天 所以應該是人潮會比一般收少一些 我覺得店家比較快收 剛好這家燈關 白湯粿 黃金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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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釣羊也太失敗了嗎 你來問狗隻什麼意思嗎 骰子牛 釣羊也太失敗 爆漿金腿捲 這個在夜市一直都很受歡迎這個 都沒有菜 釣羊也失敗 香噴噴的 就要買點馬上購物 這一句不一樣 啊,真的是這個烏虎開谷書 啊 肚子 沙丹牛乳味 現在很多夜市都可以看到這一攤的東西 包括在三重都有看到 林媽媽杏鮑菇 哇賽 熱騰騰熱騰騰騰 這一攤是新的 鵝仔鮑 鵝仔鮑 為了生活可以 跟巴德烏魯的吃攝影 來 你好 霸王鳥蛋 鵝仔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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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牛肉 炒龍肉 泥柔 炒牛肉 黑魚肉 鵝仔鮑 最喜欢的炸熱口 臭豆腐,我要煎 好,盡量都拍到 十拳要頓拍攝 下檔超豆腐 酪梨牛奶 收攤了 麻辣魚蛋 大腸包小腸 這個是粉絲給我推薦的 比較,他認為比較好吃要頓排骨 但是我覺得 很酸 這家芬妮豬也蠻可愛的 也許有比較想要吃的店家,也許下次再開箱看看 如果有的話 有一個烤箱場 我記得想要買 但是每次來他都賣完 這個老芋仔芋頭酥 跟連下夜市的大概是差不多意思 家鄉炭烤雞排 家鄉炭烤雞排 臭薯條 這家鄉炭烤雞排 這家鄉炭烤雞也很有名 又好吃又貴 這家鄉炭烤雞排 葫蘆妹 葫蘆妹 乳母 好那跟著我的影片就可以 其實就是這家啦 每次我想來吃他都關門 馬告 星哥探討 深夜食堂 正面的話音樂聲音就比較大聲 我就趕快走開 這看起來是新的 然後這個老闆的朋友團都說 好吃美味 美味真的 必吃 勞和夜市必吃 看老闆就知道好吃 哈哈哈哈 讚 讚讚讚 好 老闆辛苦了 這個難忘米粉湯 讓我有夠難忘 不過這邊音樂太大聲 要跳過那一段 那個 夜店夜店 夜店嗨嗨嗨 來看看 新鮮水果 塔羅神蒜 有 這隔壁看一下有一個好像不錯的喔 重慶酸辣粉 酸菜 魚面 你是怎麼說 你還行不太干涉 你還是沒看過 你還是要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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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不錯 米其林必比丁推薦的紅燒牛肉麵 可以參考一下 現在已經走到頭了 應該說尾巴 這一家也蠻多種滷味 好 老闆 加油 辛苦囉 掰掰 這家是我粉絲的朋友可以多支持一下 五層台南蛋仔麵 阿捏啦 今天就走醒而已 沒有看到什麼 沒有看到什麼特別想吃的 好 那就順便提一下 若是要找這個饒河街的蘭孝萱的話 是在 入口的地方的外面 在這裡 好 那各位來就祝你逛夜市逛開心 買到你想要買東西跟美食 祝各位有個愉快的一碗 掰掰 好 拜拜 好 拜拜